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从来在意 绝对一争战 莫知间的爱 细数谁愿意 志愿者 李宗盛 他见面也尴尬 阿金刚才太生气 语气是比较重 现在不止关系着你的去留问题 还关系着你的人格问题 也关系着大总管的生意问题 一定要当面对质 跟他说清楚 不能随便被冤枉 这也对 我被冤枉没关系 连来你们就不好了 喂 志叔 你那天清洁 有没有看到外人进去 没有啊 只听到叶先生打电话 说什么炒麻斩亏了 欠了十几万而已 炒麻斩亏了 叶小姐是吗 叶小姐 我们是大总管家居 大总管是吧 是 我认得你 把钻石手表还给我 叶小姐 事实上那伙 没有人拿过你的手表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想跟你澄清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不承认了 爸爸 正好报警 报警 女儿 没有必要闹得这么严重 也许钻石手表 真的不是他们偷的呢 这几天呢 我们家里都没有外人来过 除了他们还有谁啊 你看看他那副德行 贼头贼脑的 爸爸 我的表十几万呢 一定要报警拿回来啊 报警那最好了 我们大总管家居服务 一向都非常的清洁 手脚更加的干净 让警方查清楚 是谁偷了手表 可以还我们一个清白 你以为你大声 我就怕你啊 我这样不叫大声 我叫理直气壮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志叔 你现在告诉叶小姐 你那天听到什么了 让叶小姐有个心理准备 万一警察查出是谁 抓人的时候 我怕他接受不了 你听到什么了 我那天 听见好像有狗叫的声音 这儿附近是不是有流浪狗啊 你不是吧 你不是想告诉我说 有只流浪狗 跑进我家来 叼走了我的手表吧 女儿 出门吧 你该上班了啊 走走走 也许手表还在家里呢 如果我找到了 我打电话给你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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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找不到就报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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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是 真是不好意思 手表是我偷的 我们早就猜到了 炒麻斩亏了欠了很多钱嘛 是 是你啊 哦 赵太太说 昨天家里小朋友开生日会 所以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就来帮帮忙啊 你是老板 想来就来喽 我是你的下属 不用跟我交代 这些霉菌呢 这样是擦不掉的 只要拿块布 蘸一点稀释的醋 慢慢地擦 就能擦掉了 有些污渍呢 你以为擦不掉 其实只是用错了方法而已 只要用对方法 就算再久再顽固的污渍 都可以擦得一干二净 其实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你常坐在公司 人手不够才出来帮忙 你见过的污渍 哪有我见得多啊 那有些污渍呢 擦不掉就是擦不掉 再擦也没用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遮住它 那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并不代表没有了 你这么做 只是在逃避而已 看不到呢 就会慢慢地忘记 忘记之后 就等于没有发生 如果你真的可以当没有发生 你就不会对智叔那么凶了 那我爸爸呢 已经知道你跟智叔的关系了 希望大家呢 出来吃顿饭 你们妇女有什么心结 面对面说清楚就好了 没那个必要 你经常说呢 对人对事要乐观一点 为什么不能对智叔乐观一点呢 好啊 你要我面对他事吗 我就面对给你看 来来来来 阿金 来来来 坐 阿金啊 其实那件事情呢 已经证实是个误会 智叔早就知道 是叶仙儿偷了他女儿的手表 不过他没有揭穿他 还一直维护他 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希望 叶先生像他一样 因为这件事情 跟女儿反目成仇啊 这个是叫臭味相投 贼跟贼 当然会互相包庇了 以后 坐牢的时候遇到了 就可以互相照应了 叶先生 就偷他女儿的算石手表 那你有没有跟人说 你以前偷过 你女儿的书本费啊 我 我 阿金 以前的事情过去就算了 俗话也说了 天下无不适之父母 一家人哪有解不开的仇啊 智叔这次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维护叶先生 是不希望叶先生 向他错了一次 跟女儿的关系破裂 而后悔一辈子 你懂不懂啊 我知道要你立刻原谅他呢 是很困难 但是就算你不把他当爸爸 你可以把他当长辈 尊敬一点啊 是啊是啊 你 我做不到 爸 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能不能冷静地 心平气和地跟他谈谈 我今天很冷静 你们都说要我面对现实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事实 事实是 这个男人的确是我爸爸 所以当年 他要我帮他顶罪 我根本没考虑 就帮他顶了 孝公问我 我爸爸对我好不好 我说爸爸很疼我 我以为 从女童院出来之后 你会改过自新 做个好人 但在一九九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凌晨一点中 你叫醒我 叫我再帮你顶罪 从那一刻 我知道你没得救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当我爸爸死了 我 你想跟我道歉 你省省吧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说完了 别再说了 再说的话 我们就再也不是朋友 裴月跟他老公吵架 也跟你有关 你想想了 如果裴月不把好的情绪 带给小宝宝还有产妇 那不是更糟糕 我已经讲明了 如果他们解决不了的话 我不会请他们做裴月的 这也对 如果每个开裴月公司的人 都像佳佳姐这样 事事为客户着想 不是只为了赚钱就好了 下次讲座结束 我们再聊吧 好啊 没问题 拜拜 拜拜 喂 郑太太 郑太太 您好 不用担心 孕妇偶尔会失眠 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你快要生了嘛 所以心情紧张 是 别跑 小偷 偷东西 是 我知道你乖 已经进了咖啡跟茶了嘛 阿森 不好意思 这是你的吗 是 这里属于行人路 不能在这里做生意 是 是 马上走 对啊 对啊 很简单而已嘛 那你有事你再打电话给我啊 好 拜拜 你看看他呀 那 我们一家人呢 并不算是很有钱 但这么多年 毕竟全家人 整整齐齐 温温暖暖 比那些破碎的家庭 已经好很多了 孩子长大了 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过分 关心他反而会觉得专制 那 你煮这么大锅汤 是想我们全家人 整整齐齐一起喝 难道你想少一个吗 刚刚被妈咪骂完 马上就偷偷地去卖冰淇淋 活该被人把钱抢走 还扭伤 最倒霉是东西还被人偷 马上又被人赶走 今天真是够倒霉 这么倒霉 我怕你早晚翻车 翻冰淇淋车 我们是亲兄弟还是双胞胎 不用这么恶毒吧 你轻一点好痛啊 抱歉 抱歉 干吗这么大声啊 我打球的时候扭伤的 对 他扭到 我帮他揉一揉啊 阿超你这样揉不会好的 你走开让我来 谢谢妈咪 妈咪 你说你会揉的 为什么比刚才还痛啊 就是会揉才会痛 痛才会好 这种痛啊算不了什么 将来你就知道了 不然还以为卖冰淇淋很好玩呢 妈咪有个老同学呢 刚一念完书呢 就去摆路边摊赚钱 一摆就摆了几十年 结果呀 弄得肌肉老损 关节炎 不方便去厕所 只好忍了 结果得了腎结石 每次上厕所都很痛 最可怜就是整天晒太阳 还得了皮肤癌呢 看起来啊 整个人就像七十几岁 你们女人怕晒太阳 我们男人晒黑 更有男人味 大不了多抹点防晒油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不撞个头破血流 是不会死心的 妈咪啊 你的意思就是 让阿峰去卖冰淇淋啊 他这么大了 在外面做些什么呢 妈咪是管不了的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你可以去卖冰淇淋 但是学业可不能放弃啊 明年一样给我考大学 如果让我知道 你光顾着卖冰淇淋 却不念书的话 以后每天都把你 关在家里 给我温习 OK 那就一言为定 说不定我可以成为 香港第一个 有大学学位卖冰淇淋的 姐姐 你偷听别人讲话 这么没品啊 我没有偷听 是你们自己没关门 今天呢 我煮了冬瓜玉米瘦肉汤 清热下火 最适合你喝了 自己到厨房去盛吧 也挺适合你的 要不要盛一碗给你啊 好啊 顺便帮我捞一碗汤渣了 好 你想拿汤渣当菜吃啊 不是啊 给你明天带饭的 想吓死我啊 对不起啊 诸葛老师 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可是我站在这里 很久了 你没看到 你静静地站在这里 怎么会看到你呢 对不起 你是不是有事跟我说 我想 我想 说伯母熬的汤很好喝 哦 那我帮你跟她说 诸葛老师 什么事啊 香港管行乐团巴哈之夜 是啊 我朋友让了两张 古典音乐演奏会的票给我 我知道 诸葛老师喜欢听古典音乐 所以就想找你一块去听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古典音乐 我看你有时间 就会听那张 资格式爱乐团 所以猜你喜欢听古典音乐 是什么 是这次资格式爱乐团 演奏会的其中一首古典曲目 我本来想要陪你去英国看的 可是你不能去 所以也就买了他们的CD送给你 当作是一点补偿吧 我以后都不会再听 古典音乐了 你找别人陪你吧 喂 就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办啊 我不会啊 阿荣啊 你这样当然不行 你太紧张了 怎么办啊 手里 今上年管弦乐团 个个都拉得很好 我真的很怕比不上他们 你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班里越来越差了 你现在放松心情去啦 好 我们一起啦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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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阿荣 阿荣 你听我解释 请你开车 阿荣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啊 阿荣 你听我解释 小姐 你朋友好像被车撞倒了 请你马上停车 先生 你忍耐一下 我帮你叫救护车 怎么样 哪里受伤了 你不原谅我 根本还能关心我 你现在还说这些话 就算陌生人被车撞倒 我也会帮忙了是吧 陌生人是吧 我没事 你走吧 你不要这样 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 在你身边 再次听我 7 我们下详 跟她不关心我 我不想用 我不想用 你过来 我 让她 在你身份 这 上 我 我 所 不想用 什么 你 不想用 我 女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关系 我之前在孤儿院的时候啊 后面的花园哇哇就有死人骨头 原来以前孤儿院是一个乱葬缸 其实很多地方都死过人的 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白天会去上班嘛 晚上回到家也准备睡觉了 就算有鬼要吓你啊 你也没力管他 没精力去怕他 说得对 只要有地方住什么都不怕 对 金乐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呢 首先这里是边间 这个方向呢 对面没有房子 空气流通的 但是呢 又有树能遮阴 可能夏天都不用开冷气了 而且呢 又有厨房啊 厕所啊 全都齐全了 这里好耶 这里呢 这里呢 可以隔个房间呢 放个上下铺 那么你孩子就可以睡在这里了 这里可以 叫我老公帮你盯一张书桌 给孩子做功课 那里墙上有插头呢 可以放电视 这里正好嘛 放张沙发呢 可以坐着看电视 很好哦 讲理一下就挺好的了 对啊对 就照佳佳姐的意思来装修吧 没有错 听我的话准没错 喂 老公啊 我要带个姐姐去见客户 那这里交给你了 你陪她去办手续啊 最重要就是留意一下 墙壁有没有裂缝啊 还有这个地板呢 有没有裂啊 了解了解 好了 交给你们了啊 好好好 你路上小心佳佳姐 拜拜 拜拜 一些小的问题呢 我会帮你处理的 如果真的是大问题 就交给房屋署 嗯 哎 静乐啊 我都说你会苦尽甘来的 那 现在你有工作了 啊 又有属于自己的家 以后呢 再接两个孩子过来住 哇 一家团聚 到时候 半夜不是鬼吓醒你 是你自己笑醒了 其实 我能过这样的生活 全都靠佳佳姐 我真的好想感谢她 这些都是靠你自己 努力争取回来的 佳佳姐只是帮了你一把 说实话 她看到你能够自理更生 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啊 嗯 但是我知道很想感谢她 想买份礼物给她 送什么给她好呢 哦 你想买东西给她 嗯 哦 这很简单啊 如果说到短期呢 她最想要是跟我去环游世界 如果讲到长期呢 当然是希望买一栋豪宅给孩子们了 喂 如果你想送呢 我也不介意 哇 买房子去环游世界 我怕我这辈子都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啊 你还真相信了啊 你真的送给她 她也不会要的 其实你的佳佳姐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孩子大了 她对物质方面并没有什么要求的 有时候她喜欢去听人唱歌 那天我跟她去庙街那里听人唱歌 哇 她说觉得很轻松很满足 如果你说哪天多点人 陪她听人唱歌 我想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搞定 何哥 搞定了 起来帮请请 这个人是谁啊 没有必要画得这么浓吧 我觉得好像还要再加点陕粉 喂喂 不要找了 不要加陕粉了 喂 你们女人画得再美也没有关系 我一个男人会被嘲笑的 哎呀糟糕 这个样子上台 不知道我老婆还认不认得我是她老公呢 喂 今天的主题是泰国歌舞团队吗 她肯定会说你是个大帅哥 不会吧 对呀 你知不知道泰国有的歌舞团呢大部分都是用变性人的 因为他们吸引嘛 何哥 我觉得你比我家乡的变性人漂亮多了 为你用那种人来跟我比啊 到底是赞我呢还是挖苦我 我该生气呢还是该笑啊 当然是笑啦 他肯定说你帅啊 小生 还记不记得我今天教你说的 Sawadi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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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聪明啊 小生 像你呀 阿金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了 Sawadikap 放了学呢 主动的会去路口的杂货铺帮忙卖汽水 要么就去面包店帮忙卖蛋挞 不然呢 就到这来帮忙端菜 每个人呢 都很喜欢他 想留他坐下去呢 哪是来帮忙 我是来吃饭 阿金啊 原来你小时候在庙节这么受欢迎啊 对啊 所以我这次回来呢 真的很高兴 尤其是可以再见到芬姐 年纪轻轻的就想当年了 有空呢 多带些朋友来这儿玩 我先出去了啊 你们搞定就充值我 谢谢你啊 谢谢你 Cawadi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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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真要 可不困看你啊 如果不是你跟芬姐这么熟 我们也不可以租得这么便宜 是你聪明会找我帮你的忙 其实啊 是阿靖告诉我 你在庙节长大 我才找你帮忙的 他还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所以叫你一起来开心一下 其实呢 阿靖那个人啊 心地好 长得又帅 而且很细心 气也气不了多久的 阿靖啊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听歌 喂 妈咪啊 你说的我们好像平时不孝顺你似的 对啊 这样说我们很伤心的 虽然今天我们带你来 也是受人所托而已 受人所托 有一个人呢 要送份神秘大礼给你 来吧 妈 谁啊 嘉嘉 嘉嘉 您好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我们也是受人所托啊 奇怪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几个给我说实话啊 待会儿不就知道了 是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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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阿靖好漂亮 小晨 你这么可爱啊 老爸 你好优眼啊 精卫 你好美啊 你看看 你老爸 小晨 你怎么可爱啊 老爸 你好优眼啊 的瓜 精卫 你好美啊 一瓜 你好美啊 尽管 你好美啊 你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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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老的麦 这个真快 跟刚独的礼拜 这个时辰个心 当地的蜜蜜的来 来跟带着麦本的你 我不会跳的 麦本来 佳佳姐 你请坐 哦 好 坐坐 佳佳姐 谢谢你在这段日子 你帮我 你提点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想我还在绝望之中 哦 搞不愧骂骂了看 哎 我不会说话 又没什么钱 我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报答你 我希望今天晚上 这个派对 你可以玩得开开心心 开心 开心 你这傻孩子 这么开心不要哭 不准哭了啊 装会化掉的啊 佳佳姐好开心 谢谢你啊 哎呀 干什么呀 哭什么呀 他哭了 来来来 赶快出去跳舞 佳佳姐姐跳得很好的 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要唱了 不要唱了 你唱得好难听啊 好了 我现在还是很兴奋啊 有没有下半场啊 喂 我还没玩够呢 我还不想回家呀 不会吧 真的啊 妈咪不想回家 那我请吃宵夜好不好 好 大伙子 大伙子 那你快点换衣服 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好 我先让你们先走 快点啊 好 大伙子 你刚刚跳得好棒啊 小生在哪里 对啊 一直没有看见小生啊 对啊 可能还在外面玩吧 我去找找他 好啊 怎么样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 你们开的小生啊 小生 他跟他外公出去买东西吃了 他外公 外公就是你爸爸志叔 志叔没有告诉你 他带小生出去了吗 为什么他会在这儿 这我就不知道了 是我通知他的 但是他答应我 会躲起来看你 不会骚扰你 为什么他还带走小生 他想干嘛 你不用紧张 我打个电话给他 他电话不通啊 志叔肯定是想进来 跟孙子玩玩 带他出去吃点东西 很快就回来的 没事的 那坏蛋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去找他 阿金 阿金 有没有找到都要告诉我 知道了 阿金 阿金 你等等我 志叔 有没有见到我爸爸 阿金 好久不见了 你爸爸放出来了 张伯 有没有见到我爸爸 阿金 每次见到你 都在找你爸爸 方姐 有没有见到我爸爸 你爸爸又躲起来了 哎呀 如果我见到你爸爸 还会在这儿吗 阿金 你不要那么紧张吧 也许志叔只带小生去买玩具呢 全都怪你不好 不是你叫他出来 他就不会把小生带走 要是小生出了事 你怎么把儿子赔给我 那你先冷静一下 你现在这样到处乱找也不是办法 你应该仔细想清楚 平时志叔会去什么地方 又或者你小的时候 他最喜欢带你去什么地方啊 我 我知道小生在哪儿 小生啊 我说过多少次 你千万不要随便跟人走 我 刚才我看见你们玩得很开心 所以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我看见孙子一个人 他说他饿了 我就带他出来买东西给他吃 买东西我吃栗子 谁是你外公啊 我告诉你啊 他不是你孙子 以后不许再碰他 阿金你气我没关系 但是他的确是我孙子 志叔啊 阿金不是因为气你 而且小生呢 的确不是你孙子 因为小生 是阿金以前的男朋友 跟他前妻生的 也就是说呢 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小生出生没多久 我就跟着他爸爸 他爸爸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他抛弃了小生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待着他 因为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没人要 你不会了解 一个孩子没有家多么可怜 我知道 过去的一切我知道没有办法补偿给你了 但是你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一定很怀念你小时候开心快乐的日子啊 是啊 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 但是自从你叫我帮你再顶罪 我美好的童年已经被你破坏了 爸爸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 我很后悔 所以我在监狱里面反复思过 我决定洗心革面 我跟那些朋友已经没来往了 他们要我再当小偷 我当然不答应了 我希望在里面可以行为良好 早点放出来 早点找到你 有一天我看见你拉着个小孩过马路 我多开心啊 你说得好听 请问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自己照顾自己 是谁造成的 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 希望可以组织一个家庭 但这个家庭并没有你 孩子 你相信我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瘸的 我从监狱出来之后 真的已经洗心隔片了 但是运气不好 遇到一个社团老大 他要我去帮他偷东西 我当然不肯了 他就派手下把我给打瘸了 是真的 我有个心愿也跟你一样 也希望有个家 但是我的家里面 一定要有你啊 孩子 孩子 给他一点时间 有希望的 小声说得很香 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 哭出来很舒服一点 他以前叫我公主 我说 哪会有公主这么穷 他就跟我说 灰姑娘没嫁给王子之前 也是很穷的 甚至还要做家务呢 他说 他说我嫁给王子之前 他会疼我 会保护我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就算一辈子 就算一辈子都不能嫁给王子 我都不会建议 但是做梦都没想到 国王 他 他会出卖自己的公主 为了保护自己 不用坐浪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很笨 很天真 天真到相信自己是公主 你是 只不过是落难的公主 但是现在国王已经回来了 你可以恢复公主的身份 不用再孤苦伶仃了 你刚才也看到 他是真心悔改的 我不知道 就算 就算我肯原谅他 他知道错了 他肯改过自信 我不知道 怎么样去面对那样的人 对呀 您 不好意思啊 有一些您不回原位 有一些我不知道 的 不知道粘在哪里 但是保证每一块都粘上去了 一块都没漏 没关系 很有艺术感啊 还是独一无二的 模型店都买不到 为什么 其实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我平时不想做就跑了 这一次啊 是我第一次正式写封辞职 是不是因为智书 妈咪说你叫我们不要开除她 我还以为你已经接受她 可以跟她一起在这里工作了 其实从她回来 我就打算离开了 这不是接不接受她的问题 但是要我每天看到她 只会让我回想起很不开心的事 我只想跟小生一起开开心心 简简单单的生活 但是 起码你可以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等你找到了工作 找到地方搬家了 再走啊 其实 我已经找到地方住了 你不用担心的 那你要搬去哪里啊 你不是连搬去哪里都不肯说吧 那 你不要试图或者企图找我 我一见到你就会溜达 那起码让我送你下去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拿就行了 从今天开始我都要自己拿了 那是没关系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 你记得要保持你的冲击 每次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想起 你在路上发传单的样子 还有洗厕所的样子 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们永远都会是很好的朋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秦医生 没地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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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你自己看吧 给的叉烧也太少了吧 没办法 阿金又不在 师傅怎么会多切两块叉烧给我们啊 你看我这盘 全是菜梗 再看看这碗 全是味精汤 没汤没水 而且只有半碗 要是阿金再多好 喂 小生 别大话啊 小生 小豆子 我的墙啊 妈咪这个方法挺有效的 不要很用力擦才行 喂 大总管 陈太太 不好意思啊 八斤不做了 哦 不是 这样好吗 试试郁姐啊 郁姐做事也很仔细的 跟阿静一样好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好好 她不要 全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我 阿静怎么会辞职呢 是我连累了你们呢 做人吃香以前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向前走才行 怎么样 货点好了没有 再点 要订多少地板清洁剂啊 泽济快要打烊了 快点 好好好 马上去 快 先点那个地板清洁剂啊 好好好 喂 是不是请人啊 二十岁以下 长得像二十岁行不行 请问是不是请售货员 会考证书啊 那么久了 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有毕业的 喂 请问是不是请女文员 好的 什么咪 哦 履历 我对电脑不是很说 但是我可以学的 怎么了 我愿意 我愿意 都要你 那就要你 有了 就是 就是 我要唱 你 我 糟糕 忘记去接小生了 拜拜了 爱你 拜拜了 小朋友 老师 我来接高中生的 小生已经走了 那个人是不是说他是小生的外公 不是啊 是一个女的 五十几岁 我看小生认识他才让他接走的 佳佳姐 认不认得这份合约啊 合约呢 是用来保障双方的 当时我要开除你 你就把合约拿出来 要我赔你三年薪水 那么现在你要走 照理说也应该赔三年薪水给我吧 你不要啊啊啊的 别把我当时那些个 吃人不吐骨头的大白沙 我用了那么多的心思 跟时间去训练你啊 你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 我多吃亏啊 你以为重新训练一个人很容易吗 这个赔偿很合理的哦 你没钱吗 那麻烦你回去继续工作了 你要我回大总管 别说我瞧不起你啊 在这种情况 除了大总管之外 没什么人会请你的 我很肯定说 你还没找到工作吧 我 其实 你现在搬到外面去住 要交房租 小生又要交学费 你能撑得了多久啊 其实我也很想念你跟大家的 那这样最好了 一人让一步了 你呢就回大总管继续工作 坐满三年呢 你想走就再走了 谢谢你拿份合约出来 用这么好的借口让我回去 这个借口呢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需要的 难道真的要我求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没自己的